明橋Vlog 為什麼是明橋 因為我們現在在明谷屋 對其實剛好我們西富縣取材 然後有一點時間 大概兩三個小時我們在明谷屋 晃晃隨拍個Vlog給大家看喔 你是第一次來明谷屋啊 應該是第二次吧 第一次什麼時候啊 第一次好幾年前跟家人一起有來過 對這邊有什麼印象啊 沒有因為都在坐遊覽車 這邊啊一出站啊 讓人家感覺路很大條 然後乾淨乾淨的 整個城市市容還不錯 雖然說是明橋Vlog 可是其實我們跟明谷屋不是很熟 對啊還是要找一下路 還是要做一下功課 雖然是直直走但是 步行有點距離啊 所以我們打算搭車過去 明谷屋地鐵初體驗 我們現在坐櫻桶線 我們要從國際Center 坐到櫻屋大通 這邊拿到西瓜塔喔 健康處體驗 健康處體驗 我們今天要去哪邊啊 可以啊 因為自由進去 今天也是蛋糕囉 我們現在要前往一個很大的 像中央公園一樣的地方 看看那邊的鐵塔嗎 難得也是請個假 然後晃晃這樣明谷屋 然後路上沒有什麼人 感覺就超棒的 後面的這個塔就是 TV Tower 現在在鐵塔下的一個 Bear Garden 然後這邊再放我最喜歡的 請下載到蛋糕 唉唷 你有什麼軟體下載啊 KKBOF 平常票多少錢啊 大人700塊 那因為我是個小學生 所以我買了蛋板 你柯南喔 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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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嘿嘿嘿 興趣又跳都踏不進去 電梯都沒有人欸 是我們的欸 包場囉包場囉 哇 悠閒悠閒 都沒有什麼的 對 看那個屋頂啊 它不是只是一個屋頂而已喔 大家在上面還可以坐著 而且那個中間那個啊 是水池欸 欸威恩啊 我問你喔 這怪手為什麼上這個大樓 我想應該跟古代那個 金字塔一樣 就是由人一個一個這樣 慢慢搬上去 或者是用直升機 吊上去的可憐性 也是有的 厲害囉 還有一個戶外的展望塔 好浪漫的地方 這叫什麼 滅人的聖地 就此結尾連理啦 看完了高塔的攻擊 現在要前往那裡的 鳴谷屋城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啊 你看 現在鳴谷屋城的府地 這麼大 這四夷所站啊 設計真的好特別 好像回到古早前的衙門一樣的 我們在鳴谷已經待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對鳴谷的感覺怎樣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裡的氛圍 因為它的路啊 什麼的都很大條 然後感覺相當優待 包伯好慢喔 買好啦 鳴谷可樂 乾杯 乾杯 可樂 就是可樂 東橋花大前 我們來吃吃看金箔冰淇淋 是怎樣的味道吧 哇 水風飄逸啊 我們剛剛取景大概取了十分鐘 都快滴下來了 吃吃看吧 你有吃了有覺得啊啊啊 我來特寫一下 欸不要動 包伯的嘴唇 有很多 筋箔粉 耶 剛剛為了要拍前次作業已經融成這樣 對啊 亂七八糟了 整個低沉醬 剛剛可樂啊 喝得太開心了 完全看不到城 城門已經關起來了 貓貓 只能拿我們剛剛的可樂來歡樂一下 給大家看這個 極密的 城門的一小腳這樣 唉唷 可以看到一點點看到他的桃 看不到城有點可惜 也是有機會再來的啦 那我們現在要從丸子內搭車 一路回鳴谷車站吃晚餐 我們晚餐要去吃食場丼 是鳴谷有名的味噌豬排喔 超有特色 他剛剛淋了一堆味噌醬在豬排上 你看看 他的位置 味道很濃厚耶 他就是形形的 好像非常非常正常 我們的車來啦 回東京了 回家睡覺喔 好 好 好 東橋快山 就在新幹線上最速囉 我是鮑伯 我是鮑伯 好下次見 拜拜 好